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这一集为大家带来夏日凉拌菜 看到主角是金桔番茄沙拉酱 还有鲍鱼排块 以及画面中你看到的 牛番茄小黄瓜玉米笋 我要跟大家介绍的 北一友善放牧鸡蛋 合作社架上有来自不同生产者的鸡蛋 大家都可以轮流吃吃看 找到你喜欢的 或者是你觉得你想要支持我们 哪一位生产者都可以 现在放暑假了 我们带着孩子在家里做 我非常鼓励妈妈带着孩子 一起参与我们厨房中的大小事物 鲍鱼排块呢 我先把它抹上我们的香料橄榄油 这里要跟大家讲 就是像这样子的真空冷冻的海鲜 我们要解冻的时候 可以冷藏解冻 或者是冷水解冻 真空包装的带装产品 你要在解冻的时候 可以先将包装袋剪破一个小洞 这样才不会在解冻后产品被气压破坏 然后记得海鲜类不要重复解冻哦 这边看到我把菇类啊 还有玉米笋啊 还有我们的鲍鱼排块 都淋上了橄榄油进去烤 然后还应用了我们来自喜愿的前厅宝 因为我想要做一道可以应用的 让大家看 我在烤到一半的时候啊 再把我们的三色蔬菜放进来 三色蔬菜说真的 它是器做的加工农产品 方便食材农作品保存 所以其实它非常好用 大家不要排斥它 我在整个鲍鱼排块跟菇类烤完之后啊 我再把前厅宝放进去稍微烤一下 然后这边要教大家我顺便来煎我们的北一友善放木鸡蛋 这个蛋打下去啊 我觉得它很漂亮 它的形状跟它的蛋白都很很成型 是有弹性的 这也是让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去翻蛋 他会哦 小学四年级会做很多的家事 带着孩子一起动手做 事实上你的孩子会学会的 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但是前提是我们大人要给孩子机会 这也是我一直在食农教育里面 跟大家讲的 要让孩子一起参与一起动手做 像我们这样子啊 烤了菇类跟玉米 玉米笋 然后最后还拌入我们的三色蔬菜 然后这是小黄瓜 我通通都把它拌在一起 稍微把它搅拌 可以淋上一点脑霉料啊 或者是荆棘番茄沙拉酱 基本上孩子们都蛮喜欢荆棘番茄沙拉酱的 我可以直接像刚才那样单吃 那就是一道温沙拉 那把它做变化放在前厅堡 它就变成一个三明治了 好啰 大家试试看 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